环境先打开来 所以打开来之后 这边就多一个开发人员 那这个开发人员的标签 其实如果说假设你的版本 是2010的话 它的位置大概就在这里 可是之前有同学的电脑的版本 假设是2007的话 那它的位置可能不太一样 我有把这个截图一下 因为之前有同学是 刚好它的版本还没更新 那如果你是20132016的话 跟2010是一样的位置 没有变动 但如果你是2003以前的版本 又完全不一样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 已经很少人在用2003了吧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是以那个2010为主 所以这个地方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就要去做这个 就是说城市的撰写 不过城市的撰写 这个可能要慢慢去熟悉这个环境 第一个就是开发人员 这个VBA点开来 OK 那不过呢 你点开来的话 它应该会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它会整个盖住画面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这个画面 把它缩小一点点 那有点像浮动在上面 浮动在那个Excel的上面 那为什么需要浮动在上面呢 因为呢你的这个VBA程式的撰写 是看着你到底你需要做什么动作 而去写下一个步骤的程式 所以VBA的程式撰写 绝对不是闭着眼睛写的 一定是看你到底要做 那实际上 里面你可能会需要认识 第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名称 就是储存格 OK 那储存格 它在Excel里面呢 它用的名称叫Sales 这个Sales 一般叫细胞吧 不过它格子 有点像那个格子 反正一格一格的 就是类似像细胞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后面会有个刮符 如果你后面没有刮符 表示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有的储存格的集合 所以是S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有个刮符的话呢 它第一个会问你的 是哪一列 第二个是问你是哪一栏 特别之后 它跟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 先列再栏 一般我们是先栏再列 所以刚好是颠倒的 那后面这个地方呢 你这个第一个列 你必须要给一个数字 第二个的话 你必须要给它是一个 第二个栏的话 你可以给数字 比如说第一栏的话 你可以给五 或者你也可以给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给一 它接受两种方法的叙述 那接下来当然我们要 开始来写这个程式 怎么撰写 当然第一个 我建议是习惯 是把画面先稍微缩小一下 那我把它恢复 因为这个是写好的最后的结果 你们打开来应该理论上是这样子 那怎么去撰写VBA 你可能要先注意几件事 第一个 先把那个画面稍微缩放 大概这样子 第二个的话呢 了解一下到底里面有什么 如果你会有一个VBA 它是把它当一个专案 就是这个的名称 会跟这个是对应的 然后只要有一个档案被开启 就会有一个VBA的专案 VBA的project 就是 所以如果你有好多个 你有时候之前有同学 开了好几个 那个ecell档 然后有好几个VBA 你要写 对呀 因为你开好几个片 有的同学是 明明你是这个专案 结果你写到别人家去 所以写完 同时间是可以执行 但是你如果关掉存档 会存到别人家去 会 有同学 奇怪老师 我是不是写小诚 是怎么不见了 因为你搞错地方了 所以特别注意第一个 然后呢 环境的设定很重要 之前有同学呢 他看到叉叉 就手痒 就想要把它关掉 关掉了 对不对 他就关掉之后 才发现完蛋了 他城市不晓得从哪边撞写 他想说 是不是把它关掉之后 重新再打开 又恢复正常了 有没有可能呢 没有 不会恢复正常了 然后他就很 很悲剧的心情 就看怎么办呢 这时候想说要不要重灌了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啦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关掉 记得呢 你只要找到最关键的东西 检视里面呢 那个 刚刚那个 有没有VBA Project那个东西 他叫做专案总管 所以你只要找到专案总管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专案总管出现了 你可以把它说放一点点 然后没有关系 另外好像遇到比较多问题 就是他好像不小心点这边吧 然后把它这样浮动出来 就变这样 就浮在上面了 不过其实浮在上面 也不影响 只是他觉得跟我的画面不一样 他就没有安全感 他就会想说 是不是一定要长得跟我 那一模一样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 把它不小心搬出来之后 你要把它移回去 其实这个移回去 它有一些机关的 那怎么移回去 特别就按住上面这个地方 这时候你会发现 有很多的虚线 请你把它移到这边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虚线 它会出现那个虚线 因为我在这边录影 所以那个虚线不明显 旁边回到虚线 可能要感觉一下 因为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感觉 放开 它就并回去了 有没有 嗯 OK好 就是 类似于一个 所以你到时候 不小心移出来 那你移回去的时候 你就是要慢一点 然后你要观察 它移到这边的时候 会有一条线 就那个虚线放开就对了 OK 暂时你就不要慢动就好了 如果遇到的话 你就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就可以把它搬回去了 不用重灌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接下来环境确定的 就是把它缩放成这样子 然后也确定说 你是写在这里 接下来呢 VBA的程式要写在哪里 特别至于关键的地方 你不要随便点两下 就开始写程式了 记得 请你按右键 在哪边按右键 在这个区域里面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插入一个什么呢 模组 也就是说呢 我们待会有按钮 不论是按钮或者是自定函数都写在模组里面 OK 好所以记得反正你就固定的流程 打开开发人员 Video Basic 按右键 点击这个模组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哦 点击模组之后 旁边就有白色区域 请你注意哦 我们基本上就是写在这个区域里面 那这个区域呢 其实是可以关闭的 如果你要再打开的话 请你再点它两下 它要打开了 那程式写在这里就OK了 那如果说 那你希望快速的知道结果的话 其实等一下在云端上 这边不是有 从这边一段Sub到Sub 一个Sub就是可以对应一个按钮 一个Sub就是对应一个按钮 一个Function 一个EndFunction就是对应一个什么 自定函数 所以如果你要先知道 到底将来做出来的效果如何的话 选取Ctrl-C 这在云端白板上面 OK好 然后你就切到我们的这一个地方 把它Ctrl-V贴上 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去Run它了 怎么Run呢 游标放在这边 上面有个执行 有没有 清楚 这边可以执行 那这个的执行 它不是从这边去执行 特别的 因为之前也有同学这样 按这个 然后就跳这样 他说老师这边没办法执行 对 因为它不是在这边执行 只有Sub是在那个地方执行 那如果是 特别的这个Sub 是副程式是从这边执行 那如果是Function的话 记得是游标放这边 插入函数的时候 就会有使用者定义了 那这个使用者定义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就是当你的模组里面 会有一个以上的Function 就会出现了 一个以上的Function 就是只要有一个 两个三个 反正不惯 反正就是说有Function 它就会出现使用者定义 那使用者定义 会把你这个模组里面的所有的Function 它的名称 有没有 比如说叫手机 Function 手机嘛 它会把那个名称带到这边来 那你就按确定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去做刚刚的那个事情 OK 所以这边的话 跳出来嘛 有没有 一二三 你就填过来 填过来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 插入那个 手机范围的话 不太一样 是用这样刷过来 不用选三次 结果按确定 也可以 所以 大概VPA的环境 你先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对各位来说 又是另外一个新的领域了 如果你完全没有写过程式的同学 今天算是你踏出 程式设计的第一步 OK 因为以后 在107年 那个教育部的 那个新的课纲里面呢 就已经在国中 国小 已经把程式设计 列为必修科目 现在很多那个大学 非资讯相关科系 已经把程式设计 列为必修 也就是你程式设计 那一个科目没毕业 没有过 你是没办法毕业的 那这种做法对还是不对呢 OK好 没有答案 自己想想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如果说你觉得不想落后 人家太多的话 你就先试试看 你先了解一下程式 你这个就是一个程式了 会有一个所谓的sub跟function 那因为我撰写程式的资历也超过20年了 然后我使用过的程式 就是用过程式的语言 至少也超过10种以上 那其实你说VBA跟其他的程式有什么不一样 我是觉得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东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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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